公台灣 睡台灣 台灣的夠舒適 公不了 睡不緊 大家好 我是同愛公共安島 早安 今天是我們跟媽祖進鄉的第五天 今天呢 要準備進入北港了 北港就在我們眼前了 現在在我們面前呢 是我們北港的 喬美國小 這不是最浮誇的周欣欣嗎 他一百個理由 他的理由超挑的 跟你有關係 真的嗎 睡午覺做夢 然後我就夢到我走在媽祖神教的旁邊 然後我就看到你在一台那個 像那種活塞啊 就是大家累了可以休息的地方 你在招呼大家 欸 欣欣上來上來上來 叫我上去 我叫你上來 對對對 欸 欣欣要不要上來上來上來 那個畫面感太真實 交通的問題 想說不知道怎麼辦 後來有一個小妹講說 欸 可能不會去了 因為交通的問題就不去了 結果她就說 我剛好要去 不然我載你 我說 欸 怎麼突然間又幫我解決了一個問題 那感覺好像不來 讓你沒理由拒絕 對 嘿嘿嘿 我不知道 但是我就覺得你親愛的感覺 就很像我在夢裡面看到的那個 真的假的 好啦 這個是我們三里的好朋友 周欣欣啦 那個情緒二七頭的導演 這樣子 來 按讚訂閱加分享 還有安導公告 按讚訂閱加分享 今年跟媽祖求了一個心願 生孩子 喔 不要 真的 真的 我亂講的欸 真的喔 希望媽祖能夠替我實現 男孩女孩 隨便都會 我沒差 我隨眼 明明就算真的有人挺個大肚子 你也不肯來啊 一定來啊 我這個人 就算是出月子我也會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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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有差耶 謝謝 你怎麼那麼棒 國小的 超美國小的小朋友 好好還這樣四處的幫大家奉茶 這杯茶 感覺不錯耶 哇 現在 在我前面看到了 這個北港最重要的地標呢 吊車砲 中央其中的吊車 也是幾年前呢 鄉村角跟我分享的 吊車公司的老闆呢 好像要求這個生兒子 然後呢 後來呢 媽祖婆呢 有來休息 有來這邊停假 然後呢 也真的保佑他生了兒子之後 他就每年呢 都這個 來獻吊車砲這樣子 對 這個可以說呢 是全台灣最高的吊車砲 依照慣例 媽祖呢 大約呢 這個聯教會在這個 十點上下呢 來到了 抵達這個 北港的北城派出所 然後呢 在這個北港的陣頭呢 接駕完之後呢 就會呢 一路呢 進到了北港的陣頭 所以呢 我們等一下呢 要來去呢 前面的卡位了 哇 啤酒耶 漂亮喔 讚讚讚 讚 喔 還有賴打喔 來 來 拜拜 拜拜 我覺得 打火機這一點 真是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那剛才呢 大哥說呢 這個是呢 在進北港的時候呢 拜天公 拜八祖 典箱拜拜 必備的 那以前呢 有聽那個 鄉村角說過 那個早期拜他屯人呢 他們來進鄉的時候呢 會帶一個呢 北港的火柴盒回去 為什麼是火柴盒呢 因為呢 這個 環拉會呢 相當於呢 是等於說從北港 帶回一組香火 這樣子 有這樣的一個傳說 所以呢 早期 拜他屯人呢 他們呢 是媽祖來到了北港進鄉 但是呢 拜他屯人呢 也來這邊呢 帶北港的香火回家 兩位導演跟著媽祖走了 這麼幾千年 以一個電視台的角度 為什麼要 那個來拍攝媽祖 進鄉 進廟也好 出廟也好 他各式各樣的 整體的那個活動 那個是非常的壯觀的 最會有印象 真的都是路上 遇到的所有的人 我覺得那個人的 溫度是會讓你 走過一趟的人 一直都會激到現在的 我們不是每次都在拍 那個所謂的神機嗎 突然的360度轉彎 突然的進去醫院裡面 替那些病患加持 對 然後 搬家兩度三度 都能夠找到 媽祖次的那一對兒女 這就是神機啊 你一定要自己來走 你怎麼默默又出現了 不是啊 我默默手上就有東西啊 所以我說那個 你一路上遇到的所有人 都會讓你一直記憶深刻 都不用怕會惡道 原本是為了工作 但是呢 後來就愛上了 這樣的一個氛圍對不對 再忙再累 帶子再多 都要來走一次 媽祖現在快到草湖了 還沒進來 老伯伯北堂粿 欸 北堂粿喔 太多人在排了吧 北堂粿 北堂粿 好屌喔 老伯伯北堂粿 要吃嗎 哇 現做的耶 很秀的喔 喔 漂亮喔 拿到拿到 快快快 趕快來吃 哇 噓噓噓噓噓 噓噓噓噓 喔 讚 好吃耶 不錯 問你喔 嗯 北堂粿跟糯米炸 哪裡不一樣 就是一樣的東西啊 不一樣 感覺上 感覺上是一樣 聽說做法是不一樣的 真的嗎 一個是用糯米 一個是用白糖嘛 沒有吧 它這個也是糯米漿啊 對啊 對啊 我記得有髒話 他們叫做糯米炸 而且他們有很堅持 他們的做法跟南部傳統 北堂粿是不一樣的 所以現在要來站南北就對了 是不是 好如果知道 會不會剪掉嗎 不會不會 如果知道北堂粿跟糯米 知道有什麼不一樣的 麻煩在底下留言 好不好 剛剛北堂粿那邊沒有人啊 嗯 然後我們過去就之後啊 我們就說 嗯 他後來他就說 我跟他找這個人拿 怎麼還可以繼續錢 還會擔心沒有人嗎 因為他是一波一波的 一波一波人潮 然後我們剛好是 卡在那個沒有人潮的時候 就很奇怪齁 你看 你在走這個 徒步的過程中 一般我們跟人家拿的東西 是你跟人家說謝謝 他們不是喔 他們給你東西 還跟你說謝謝喔 而且還拜託你 拜託吃吃吃吃 還跟你說你辛苦了 這樣謝謝你耶 你不拿 拜託啦你吃一下 哇 感受到那個力量 第一次被人家強迫位置 對啊 所以真的會讓人家印象深刻 就是這樣 一路上這些職事呢 都是用這個 車子來載的 跟著媽祖去進鄉 在北港這邊呢 那在這邊他們會有這個職事隊的人員呢 帶著他們這些呢 法器齁 然後呢 護送媽祖呢 進入北港 我們來這邊找一個好朋友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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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你要跟到陸廟 Только一定要跟到陸廟嗎對不對 對 我們 Claire conocer到陸廟 所以來到路廟還有一個小時啊 對 我等一下到廟在那裡卡位 對對對 那你要卡哪裡 我應該是盡量 所以你要衝能滿去廟裡面這樣子 啊 正常會被人潮衝走 對啊 你們會被衝走 對 之前是節目加持可以在第一盤 對 現在沒有 你現在沒有 背張沒有抱身的 你怎麼這樣 現在只有一根香蕉 現在來外面一下 一下就沒了 然後就消失了 最值得推薦大家來的理由是什麼 理由喔 當然這就講你啊 人情位嘛 因為這人情位是散步的 不是在隊伍上而已 你知道有時候媽祖婆網納喔 前後左右東西南北 都會有集團卡 大家也會問你說哪裡有沒有需要幫忙 我現在網路上看到很多人說哪裡可以借宿 五分鐘內就找到解決方案了 因為很多地方的遶境或進鄉的話 通常往目的地去 直接回來 都是直接殺到目的地的 這一個是沿路上會有很多的 不一樣的變化 還有住家在不同地方 不然新聞不會一直寫 有時候媽祖婆還有心情欸 西羅大橋那要不要下去欸 我也有看到新聞啊 沒有在旁邊我們不知道這些情緒跟事情 我覺得特色很多 算是一個蠻有個性的媽祖婆這樣 對 然後其實媽祖婆有時候會看戲對不對 很多信徒也在看戲 就在看沿路發生什麼事 蠻有趣的 OK 好 那我們在廟裡見囉 掰掰 掰掰 終於到了全台灣最大的財神廟 之前有看我頻道的人 就是到我們來這邊進鄉 有那個叫大家求財的秘訣 有機會可以在那邊求一下 這個是供奉五路財神 那個趙公民 我的好朋友阿派骰跟我們說 ...每年呢 他們的一些中禝啊 都會在這個北京派宿所對面呢 來去煮這個花枝魷魚羹 然後來這個迎接乡登餃 中禝煮的料理呢 就是沒話說 而且呢 用最好的料理呢 來攻擊大家呢 讓大家感受到北港人的熱情 花枝很真采實料 然後還有魷魚 我吃到花枝還有魷魚 然後在下面 這個呢 會雞碗很塞 裡面還有花枝塊 整大塊的呢 這個是 花枝碗 然後這 花枝我至少吃到兩片 裡面還有一片 三片 好吃 紅豆湯綠豆湯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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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哪邊生出排骨了 路邊 就有人遞過來一碗了 伸手然後就一整碗了 對 滿滿的一整碗浮出來的 你剛剛不吃麵了嗎 現在有麵 我剛剛喝的是湯 喔 現在是乾麵 現在是乾麵 居然連烤滷豬都有 太high了 來一塊來一塊 沒吃油耶 唉唷 蠻脆的耶 對啊 不錯耶 一口湯一口茶 你們都會太快了吧 對 好大喔 我們這台根本就吃貨 把那裡面 有在認真競箱嗎 你流汗流程這個樣子吃嗎 很貼心 白茶12號紅韻的泡茶耶 不錯不錯 21號吧 يل伸 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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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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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祖抵達被告朝天宮之後 建廟安坐 再來一個重頭戲就是要拜天宮 以往往年都是在下午三點來拜 那今年呢 特別因為疫情的關係呢 所以呢 提前在媽祖安座後的半個小時呢 才直接進行呢 這個拜天公的儀式 那在廟前呢 現在說我的這個香燈角呢 大家呢 都是呢 面向廟外 然後呢 向上天祈求 祈求今年呢 這個疫情呢 可以在於控制 然後呢 可以早點呢 天降肝臨 然後解決呢 這些農民呢 這個旱災 然後以及水源不足的問題 等等 那再來就是大家呢 也會趁這個機會呢 來各自呢 心裡呢 來祈求家裡的事情 或者是呢 心裡的事情等等 可以趁這個機會呢 來那個 祈求上天庇佑 那所求如意 一切平安順勢 今天我來打 沒關係 沒關係 呃 要找誰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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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幸福你啦 大家都辛苦啦 哇 這裡根本就被山蜜包場了嘛 嗨 董哥你好 嗨 嗨 嗨 你對你帶隊 帶到真的 哪有啊 我的人也沒進來 都你的人 沒有 你帶到真的來 沒有 沒關係 我再收集 來喔 給你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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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次來 你我給我沾一下 不用啦 不用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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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告訴大家 一直幫我沾 OK啦 大家好 好 我還趁流量了 我還趁流量了 那這邊那邊那邊 女神 女神在這裡 還有什麼 來 要吃嗎 我來 剛剛你們在哪裡啊 剛剛在 廟前面 超近喔 近喔 我們這盤的習慣就是呢 來到北港 一定要來吃米薩狗 嘿 這個北港在地美食 它是北港人在地的早餐 而且一定要加蛋 對 不用筷子 用不到筷子 這只要用湯匙就好了 用不到筷子 它就是把麵線煮成糊 所以叫麵線糊 然後呢 加了一顆蛋 所以要先攪一攪 對對 攪一攪 然後呢 中間這一塊不是豆干 這一塊呢 是蛋白 蒸蛋白 然後再把它切成像豆干一樣 這樣一塊一塊的這樣子 對 身為一位料理的 你怎麼看這一碗 它的麵線它很厲害的就是 它把它煮得很糊 因為口感呢 它又不失於它那種很 有深層的那種豐富的口感 那就像安導講的 它有加一個蛋 蛋吃起來就是會很柔順 然後這個最厲害的蛋白 有滷蛋的味道 口感很棒 層次很豐富 超讚的 哇靠 不愧是俄伯宮的主廚啊 果然講起口感來就是不一樣了 在連續五天的路程呢 總共走了146.82公里之後呢 白沙屯媽祖呢 終於進入到了北港草田宮了 那大批的鄉客呢 現在也全部的湧入到了 我們的北港鎮這邊來了 這個 現在到處都是這個太重甲 那 呃 我們也完成了 去成了 這樣的一個 這個路途了 那接下來呢 就是呢 今天晚上呢 在這個11點的時候呢 這個媽祖的這個卡會 那這也是呢 整個徒步進鄉最大的一個重頭戲 好啦 那現在呢 這個經過了幾天的奮戰之後 沒累了 那我們呢 要來去朋友家休息了 那就是 好 那如果呢 喜歡我的頻道的話呢 也歡迎呢 訂閱按讚加分享 然後呢 安島呢 也會呢 在接下來的兩三天呢 再回到白沙屯的過程當中呢 持續的來蒐集呢 100個跟著媽祖進鄉的理由 如果在路上有看到安島的話呢 記得來跟我分享你的故事喔 好 那我們就這樣啦 下支影片見 掰掰